一把刻满了岁月痕迹的藏剑 却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后人探索 传世数百年的武当剑法 却在远去了刀光剑影的现代 焕发新生 作为冷兵器家族中的重要兵器 剑的文化内涵早已超过实战意义 兵器面面观 十八班兵器 剑下集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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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从事古剧的复原与研究 在它工作室里存放着十余把 由它运用传统古法复原的古剧 这些剧几乎囊括了从汉代到清初 每个朝代具有代表性的古剧样式 时间跨度达到一千多年 但只有这把藏剧复原的过程是最困难的 那么这支剧划的时间是最长的 复原难度是最高的 画图就画了有半年 后来整个做的是画了两年的时间 这把藏剑整个剑身长达95.6厘米 刃长76.5厘米 是一把铁制长剑 剑手式龟形 顶端四面汇集成金字塔形状 剑格为U形 而整个剑身锻造紧密 刃面还能清晰地看到 当初磨制的痕迹 这支剑在08年时候 最早的时候是在论坛上出现 当时出现的时候 状态是很破旧的 我当时看了之后就非常心动 非常喜欢 藏族群众配刀剑 是千百年来一直保存的风俗 实物和历史资料都很丰富 那么这把藏剑出自哪个朝代 又是如何锻造出来的 这一切都吸引着弓箭去解开这些秘密 所以说研究这个是对那个时代的人 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精神 是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的 然而一晃十年过去了 这把藏剑的研究仍然没有进展 直到2012年 弓箭的母亲去陕西宝记的 秦王李茂真陵旅行时 看到一座手拿宝剑的石翁众 就拍了张照片传给弓箭 十项手中的宝剑图案 让弓箭眼前一亮 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李茂真陵上的这个剑上 有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格 因为在唐代的这个刀剑当中 它格的形式有很多种 那么像出现这种半圆格 是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说我当时觉得突然地发现 它跟我现在这支藏剑 有着非常高度的相似性 经过进一步细致研究 弓箭又有新的发现 这把剑木翘式外国铁包边的 制作形式 起源于中原地区 那么在同时的时候 我还找到了一个西藏文化网 当时有一张很小的图片 这是大昭寺的一个吐蕃武士像 吐蕃武士像 它身上佩戴了一支剑 和我手上这支剑非常相似 这把藏剑的半圆形剑格 是此剑最值得探究的细节之一 其结构独特 与鞘式的配合极为巧妙 鞘式外国铁包边 鞘口端向内微卷 剑入鞘式后 剑格完美包裹鞘式铁包边 而在弓箭的研究中 他发现中原地区在晚唐制送阶段 在刀剑上出现一种新剑格形式 整体呈新月造型 这样的剑格形式 在这个时期的石雕绘画中 有清晰的表现 所以说就开始疯狂地找 这个同时期的东西 第一次找到相关的资料 我就认为应该是在晚唐至北宋 这个阶段 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这种剑格形式 就是新月型的格 元代中期这时候 这个永乐宫 这个永乐宫 不同时代 甚至不同作用的剑 剑格都不相同 在逐渐找到了更多的资料后 弓箭将这些资料 一一进行了比对研究 特别当弓箭将自己收藏的一把 南唐时期的残箭 与藏箭进行比对的时候 发现南唐残箭具有一个 非常精致的刘金铜幽形剑格 两侧比晚唐形质 更向剑刃方向靠拢 其形质是新月格的延续和变形 藏箭的剑格与此格最为接近 弓箭从这些石雕 绘画实物证据来看 它将新月格分为三个小类 第一类是月牙格中出尖 第二类是月牙格中无尖 第三类是月牙格两翼教职 这些例证说明 晚唐至宋阶段 月牙剑格是一个流行趋势 而这把藏箭的剑格 与南唐残箭剑格完全一致 弓箭推断 这把藏箭剑格的形质 至少是保留了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形质 藏箭上呈现的所有信息符号 都指向了西藏地区学习中原地区 晚唐至宋的箭制 弓箭又查阅大量史料 文献考古资料 希望对此箭的年代 进行较为准确的考据 随着研究 对比 分析的步步深入 弓箭终于发现 隐藏在这把藏箭中的文明密码 藏箭翘尾放大收尖这个细节 应该是此种形制兵器 进入西藏地区后特有的变化 十三世纪后 中原与西藏地区刀剑中 军卫建国有同样形制 弓箭推测应该是西藏地区高原 加之游牧民族出行 没有坐卧之巨 席地而坐 翘尾难免经常磕碰于地面 产生变形 而做成收尖形 触碰则为一个点 不会产生较大的形变 通过层层深入研究 藏箭的具体时代 在弓箭心中有了眉目 此箭的诸多细节 都是对中原地区唐宋箭 风格细节的学习 此箭应该是 十至十二世纪这个阶段的作品 与之对应的中原王朝 大致是五代十国至北宋时期 那么这把神秘的宝剑 它的历代主人不是谁 它又经历过怎样的颠沛流转 与之相关的这些疑问 目前弓箭还没有找到 可以破解的任何资料 但弓箭并没有放弃 它依然在寻找 它要通过这把藏箭 完成与古代冷兵器 穿越时空的对话 武当山 中国道教圣地 以四大名山皆拱衣 武方先月共朝宗的武中 月之冠地位 文明于世 被称为 亘古无双圣境 天下第一仙山 曾阳后道长 虽然已经七十九岁了 但他挥舞起长剑来 依然行云流水 几天前 曾阳后道长接到通知 邀请他参加2019年央视元宵节晚会 在舞台上表演太乙悬门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暂时无双检的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无双检 了解汉营全面剑发 剑可以说是 陪伴人类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 走下战场的剑并没有被冷落 而是被赋予了尊贵和权势的象征意义 史记记录秦始皇家官时 用了六个字 即有 王冠 戴剑 公元前409年 秦国颁布法令 命官吏佩剑 佩剑成为权力威严的象征 在诗歌圣集的唐代 剑中有诗 诗中亦有剑 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据统计 全唐诗李白诗中 一只武器的剑字 共出现了103次 可谓诗成弃鬼神 剑武任游侠 还有上方宝剑 具有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 那么什么是上方剑呢 上方也做上方 在汉代称上方斩马剑 至明代称上方剑 在戏剧小说中 以及民间 一般俗称其为上方宝剑 在中国的明清时代 武术在民间得到良好发展 各种武林门派相继产生 其中剑术也被武术门派所吸收 各种剑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不仅有皇家御用的剑术 而且各种武术流派 也创造出不同风格的剑术 明清时期在各种剑术应用之上 又总结创造了许多珍贵的剑法 何良辰在镇际中云 变装之分角法 王剧之起落法 刘先祖之故应法 马明王之闪电法 马超之出手法等 表现出以劈砍崩击等剑术之道 关于武当剑法的来历 目前流传最广的是 张三丰及其大成 开创了武当派 创造了武当剑法 此后 经过历代人的研习 武当剑法又被分成了 太乙玄门剑等主要流派 元宵节晚会日益临近 为了演出成功 曾阳后每天清晨在山门苦练剑术 但其实曾阳后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他想让徒弟郑泽军代表武当太乙 玄门剑走上央视的舞台 他希望能够为年轻人创造登台的机会 让徒弟能够在历练中快速成长起来 天有三宝日月星 地有三宝水火风 人有三宝金气神 我们炼金花气炼气还神 那就需要这个剑来提高自己的品位 郑泽军四川成都人 十几年前他来武当山旅游 偶遇曾阳后 曾经的萍水相逢 最终成了师徒关系 他是曾阳后收的第一位 也是最后一位入室弟子 三年前跟师父正式学 正式拜师在去年 武当剑法快慢相牵 刚柔相寒自成一派 练习时要求剑随身走 以身带剑 神行之中要做到 行与一合 一与气合 气与神合 六合之中 亦需要手 眼 身 法 布 神行巨妙 天下来 他这个八卦布 一定要把这个动作 走得像 八卦剑这个剑 一定要走远 走方 你看 走 走 走这一定 这有个亮相 他各方面的动作 都要走到位 这要收眼神发布 收眼卫火 绝不当先 增扬后加快了 将太乙玄门剑的精髓 尽快交给郑泽军的节奏 可是 在练习的过程中 一个关键动作 总是不能让增扬后满意 这让增扬后有点着急 他一遍遍纠正郑泽军的动作 希望能够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虽然郑泽军相信 秦能捕捉 希望通过秦学苦练 有朝一日 能够达到师父的标准 但是 一个招式习练多变 还是远达不到增扬后的要求 郑泽军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在他看来 既然要在央视舞台上 向全球观众展示武当剑法 就一定要将最好 最精华的部分展示出来 而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师父增扬后可以 2019年元宵节晚会 正式拉开帷幕 经过几个月的练习 面色红润 精神饱满的增扬后 手提长剑 长须飘飘地站在 央视舞台中间 面对海内外数亿观众 增扬后道长 长剑在手 剑光闪闪 剑花飘飘 向全球观众展示了 武当太乙悬门剑 赢得一片赞誉之声 浙江龙泉 中石勇将龙泉剑的制作工艺 传给儿子和更多的人 以便让这门传成 两千多年的手艺 继续发扬光大 四川成都 弓箭依然在研究这把藏剑身上的未解之谜 他希望有时间可以再去一趟西藏 也许所有的答案就在他的诞生地 初冬时分的武当山上 郑泽君跟随师傅继续练习太乙悬门剑 他相信经过苦练 一定能悟出剑法的奥妙 剑 飘逸 华贵 高雅 威严 文化内涵早已超过实战意义 君子如剑 英雄相惜 我们下期保 didn't you know if you are 土豆兰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